疫情恶化,法国微调小学防疫规定 12月6日,法国政府举行防疫会议并没有针对新冠疫情不断恶化 多地医院被迫实行白色计划的紧迫态势,寄出新的限制措施 只是稍微强化了小学现行的防疫措施,原因是小学的感染率最高 在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流行的背景下 疫苗生产商莫德纳和辉瑞表示,将针对该变种研发新配方加强针 对此,法国疫苗策略定向委员会主任费舍表示 不能等到有新配方再打加强针,目前还是德尔塔变种在占大流行主导 而加快接种疫苗,可以大幅度降低感染风险 防疫会议的最重要决定,是小学内防疫措施过渡到第三级 包括学生室外时也必须戴口罩,食堂内加强限制,避免人员太多混杂 室内体育课限制人数 从12月15日起,5至11岁有风险儿童如肥胖症 心脏疾病和糖尿病等可接种新冠疫苗 小学生的感染率非常高,但政府避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比如圣诞节假期前一周就开始放假等等 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问题,最近不断被提出 但政府还在等待全国伦理委员会和法国卫生管理局的意见 除了已经允许给那些有出现重症风险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但没有就其他儿童是否可以接种疫苗表态 政府发言人阿塔尔曾说,如果法国卫生管理局认为可以接种 如果政府听从建议做出政治决定 儿童疫苗接种工作1月初就可以启动,遵循自认原则 对此,维朗强调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和其他国家一样,法国不会强制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2000人办瑞伍派对,6人被送去医院 12月4日夜间,2000人聚集在雷恩Runs附近一个废弃库房 举行瑞伍派对,到早上还有800多人在场 当地省府的公告称,12月4日晚上11点左右 600至700人进入雷恩地区,一个工业区的废弃库房 随着时间推移,人数达到1500至2000人 公告补充说,这个瑞伍派对没有做过申请 而且是在疫情重燃的时候举行,非常不负责任 政府服务部门不得不动员起来维持秩序 同时保证防疫安全 在整个夜间,消防员干预了数次 清晨的时候有6人被送去医院 派对组织者说,举办这个瑞伍派对 是为了呼应雷恩第43届Trans Musicals音乐节 省府称,这种聚会人数众多 有很高的感染风险 省府和地区卫生局 在现场布置了咨询站和检测站 省长呼吁参加瑞伍派对的人 把自己当作有风险接触者 立即在家隔离并尽快做检测 海滨小镇楼房坍塌 一人死亡多人被困 12月7日凌晨3点50分左右 瓦尔省三瑞森美尔镇一栋公寓楼发生 可能是煤气事故引发的爆炸导致坍塌 一名男子死亡,两人失踪 爆炸发生后,当局出动70名消防员 到现场进行救援 并派遣了多辆消防车和救护车 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救出一名妇女及妻婴儿 两人受伤但性命无语 死者可能是婴儿父亲 另有三名轻伤者,很快被发现送往医院 失踪的是住在建筑物底层的一位老夫和他的儿子 救援人员称,他们根据婴儿的哭声花了两个小时挖了隧道 救出婴儿和母亲 目前这堆瓦砾中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但救援人员保证将小心地清除和转移瓦砾 大约100名消防员参与了救援行动 截至当天上午9点30分 救援人员估计仍有至少三人被困在瓦砾下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官方通报已在现场发现一名遇难者 楼房倒塌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初步报告认为是燃气泄漏导致的爆炸引发倒塌 有救援人员表示 在现场有浓烈的燃气味 居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称被爆炸惊醒 自己的床都晃动了 建筑物周围的煤气管道已经被切断 被炸毁的建筑物两侧的建筑也受到损坏 现场附近民众已经被疏散 当地开放了一个体育馆 已接纳被疏散的民众 政府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楼房倒塌现场 靠近海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